北韩常驻联合国代表金城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时 强烈谴责韩国与美国进行联合军演 金城当那时间26日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 第77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时称 就在现在这一刻 美国也在朝鲜半岛周边实施令人深感担忧的联合海上演习 金城主张 这分明是将朝鲜半岛局势推向战争边缘的 点燃导火索的非常危险的行为 金城重申 北韩开发核武器是为了应对美国的威胁 金城提及北韩近期颁布核武力政策法令称 美国应该知道 过去30年间 阴险的敌对政策制造了今天的现实 金城警告说 美国越是加重对朝鲜的敌对政策和军事恐吓 朝鲜的应对力量也会更强 针对联合国对北韩持续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制裁举措 金城也提出了强烈反驳 在提及21日 美国总统拜登在联大发表讲话时所说的 北韩持续公然违反联合国制裁时 金城表示 朝鲜从未承认美国单方面制定和施压朝鲜的联合国制裁 今后也不会承认 金城的讲话时间约持续了18分钟 期间并未提及韩国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